誒 上課了 上課了 好好好 那我們上第八節課啦 第八節課齁 前面全部都不用打程式啦 就是我們回顧一下我們那個就是 經典的這些神經網路的研究這樣子 那你還沒開好啊 那怎麼會畫面這個樣子 等他一下 沒關係 那你看我的畫面好了啦 就是最開始的時候齁 就是 就是我們要了解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要了解它隨著它年代啊 它發表哪些經典的文章嘛 那這樣子我們才比較方便說 就是說對這個領域做一個深度的了解啦 那第一個關鍵的研究啊 當然是這個1986年的這個 就是反向傳播法的研究啦 這個研究這個就我們第二節課就已經說明了 它是其實我們求這個神經網路的參數求解的過程 其實都是用這個研究做的啦 這個研究的knowledge做的這樣子 好 那有沒有其他訓練方法 答案是應該是有啦 但是我沒有看過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99%以上的這個神經網路優化 我講的是neural network的優化啦 如果是其他演算法 那有其他的沒有錯啦 neural network的優化大概99%都用反向傳播法進行 好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重要研究啦 所以就是我們的這個現代的這個deep learning 它大概就是從這個開始啦 不過這是很前期的階段 好 接下來 這個1986年這個 有的這個反向傳播法之後 我們應該就 我們解決了什麼問題啊 凱研要不要回答一下 我們解決了什麼問題 我們解決了什麼問題 就是你還有沒有印象第二課到底 非線性分類 喔 就是我們在做分類的時候 我們開始可以做非線性的分類 而不是都老是只能做線性分類嘛 太好了太好了 只有學到這一點嘛 對不對 好 那非線性分類有了以後 那是不是就這個神經網路就從此前途一片光明 沒有 當然不是 為什麼不是 是因為不夠深嗎 從你的角度 好 第一個 其實最 有幾個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齁 就是 他如果不夠深就不夠複雜 對不對 所以能夠做的事情就有限 這是他第一個可能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他競爭對手太強 他這邊有三個 就是在同個時期啊 1986年以後 就1990年代 總共有三個 同時期有三個 就是 就是跟標準的這個 Multi layer perception做差不多的事情 這三個你應該都沒有看過啦 第一個是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聽都沒有聽過嘛 你沒聽過沒有關係 看看他引用次數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了解的檔次嘛 這樣可以齁 那另外就是這個 random forest 跟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那這三個部分 這三個 就是 這三個 演算法在做什麼 他其實也就是在做這個 非線性的這個分類 或者是連續 非線性的這個預測這樣子 他可不可以做圖 不行 所以這是 這是為什麼我們 他不能做圖喔 這樣可以齁 他一定要是數值型態的輸入 然後 那個就是 類別或者是 那個就是 數值型態的輸出這樣子 他比較受限 這樣子 好 你當然可以把 像多層感知機也可以 以像素為base去處理圖 這樣子 那你如果想要把他 像多層感知機那樣用 也是可以啦 那他也可以處理圖 當然就不會準 因為我們現在 那個神經網路 如果你要處理圖的話 應該要用選機神經網路 對不對 所以他大概就是不能處理圖 那 但是啊 如果單純做數值預測 這三個 到目前為止 神經網路好像還沒有超越他 就是 所以說 有一些 你有聽過Caggle的比賽嗎 Caggle這個網站 沒關係 之後會介紹啦 反正就是有一些 數據科學的這個 數值預測競賽 大概都還是以這三個為主 除非你要做圖像啊 文字啊 那可能才會用到 現代的這個 神經網路 所以這邊其實帶我們 了解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 真的很想要做一個AI的研究 那基本上 你大概就要選 影像啊 或文字啊 這樣子你才能體現出AI的優勢 不然你就用這些方法就好 好 我們繼續 好 那 這個AI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我們之前學到 就是 那既然AI在這個數值 預測上面 其實是比不贏前面那些方法 那 那它的優勢在哪 就是優勢在這個 圖像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這個 這個 Curem的這個 Curem的這個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那基本上就是 等於說 現代的研究開端 這樣子 那這些研究 所以剛剛 第二頁我們沒有介紹過嘛 第三頁這個研究 我們沒有介紹過嘛 對不對 那這個如果不懂 就回去看 第六課的影片吧 這樣可以喔 好我們繼續 好 那 接下來啊 這個 因為 190 90年代 這個 剛剛講的那三個方法 就超過 就是它的能力超過了這個 我們 的 那個 Multi-Lab Perception 所以Multi-Lab Perception 就 沒有人搞了 Multi-Lab Perception 沒有人搞的過程中 那還有誰去搞他咧 Hinton 對你又看到他 對不對 這個 那你又看到他了 那你注意到 他在2006年的時候 他 發展一種方法 去訓練一個 當時還沒有什麼 Recidual Net Recidual Learning Dance Connection 這種有的沒的技術喔 這些 那個解決梯度消失的方法 那一刻你會發現 我們通通都要講 2014年以後研究 2006年這些東西 通通都沒有嘛 當時 Hinton用了一些 很特別的手段 讓我們 可以訓練一個 10層聲 左右的網路 這樣子 那當時其實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 你自己也做過實驗嘛 這個 當時連Aden都沒有 Aden也是2014年的東西 這個 在2006年當時 可以訓練10層聲 真的很了不起啊 這樣子 但是他的這個 方法 對不對 現在我們講的話 應該是沒有人聽得懂 我們會在第10課的時候 在補習 那第10課的時候 會稍微帶到他這個 他那個方法是怎麼做的 但是他的方法就是分層訓練 一層一層訓練 你現在應該沒有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怎麼可能一層一層訓練吧 對不對 那個捲機 其實就是一次就是一起訓練啊 哪有什麼一層一層訓練呢 這樣子 但這篇文章發表是在 發表在Science上面 這也是很屌實看啊 這個 那他第一次提到 Deep learning這個 TEN 那我們再來看 那 有這些理論研究 其實沒有什麼用啊 其實 演算法只能是引擎 數據可以說是石油 這個 TEN是李飛飛講話 這個 這個話 那這個 深度學習 是一個需要數據量 才能夠體現出 他強大能力的這個算法 所以說 沒有足夠數據量 那我們 我們將 永遠 不知道說 Oh you are new network 那麼強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 收集數據這件事情 即使到就是現在 大概 你也不可能寫一個計畫 就跟 比如說 國家講說 我想 建立一個Database 做什麼 不知道 我就想建立一個Database 工位來使用 大概不會有人補助你 所以說 這個 就是 找資源啊 去創造這個Database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不要覺得說是 你會不會覺得 做Database好像比較沒有貢獻 然後發明這個 演算法比較厲害 你有這種感覺嗎 沒有這種感覺 是不是 對啊 做Database也是很一樣的 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它的Paper 引用次數也非常多 不過做Database 引用次數多 你可能會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我要用的就要 就要Site 對不對 好 繼續 好 所以這個 大概醞釀時期 大概就到2010年為止 這樣子 那之後就李菲菲開始辦比賽 這我們好像有講過 這樣 我們曾經有上課的時候 仔細講過每一年的冠軍 大概是 模型大概長什麼樣子 還是這些都看不懂 好 2010年2011年的時候 這個 所有參加比賽的團隊 通用的都是 剛剛講的這個SVM SVM就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然後隨機森林 這些方法 這樣子 那他主 可是他們又不能做圖像 所以他們怎麼做 所以他們實際上是先用一些手段 然後把這個圖像的特徵抽出來 至於怎麼個抽法呢 我們這邊講一些比較簡單的例子好了 那他們實際上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這個圖像 你把它變成黑白的圖像好了 你總有個平均灰度吧 那個0到255每個像素 你把它做個平均 那是不是就一個特徵了 那這個灰度的便利數 是不是有個特徵了 那這個 所以說 然後X軸的 寫X軸的梯度跟Y軸的梯度 那個灰度的那個變化 所以說其實就是 如果你要湊特徵的話 老實講也不會太難 這樣 那他們就先透過一些 特徵工程的方法 然後把那些特徵抓出來 我們當初邏輯思惟規 也可以透過特徵工程的方法 然後再做邏輯思惟規嘛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 螺絲思惟規現在也沒有人在用 因為媽媽還要自己特徵工程太累了 對不對 所以自己特徵工程總是有 總是困難 這樣子 但是2012年前沒有人有 沒有人在用這個 Neuronet walk 這樣子 好 那到了這個 所以2010年跟2011年的冠軍 都是這個用這個 就是 SVM這種方法 好 可是啊 你如果想一下 如果說 2010年 人類的準確度 人類在這個任務上面 他的classification error 是5% 那如果說機器要超過人類 你在那2011年看 你覺得他有沒有機會超過人類 2010年的冠軍是28% 2011年的冠軍是26% 你在怎麼預期 大概 機器要超過人類 大概是很難的一件事啊 但神奇的事情 就2012年發生了 2012年這個 就是 Hinton團隊 又開發出了一個 叫AlexNet 這個玩意啊 那他直接讓這個 錯誤率 有巨幅的下降 這個 這個下降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幅度 而且第二名是跟去年的冠軍 差不了多少 如果你跟第一名的差距這樣子 所以這個AlexNet 就是等於說是 現代網路的這個 就是等於說 重新喚起大家 再來好好研究這個 Neural Network這樣子 好 那2013年的冠軍 這個ZFNet 他其實 他這個就 重要性就沒那麼高了 因為他的這個 他比較像是 把AlexNet 稍微改一下他的結構啊 然後改改參數啊 那Performance就提升了 那就是 這個 貢獻度沒有後面那麼高啦 那 並且他的準確度 也沒有提升 也沒有降得非常快啊 對 那2014年的時候 基本上 又有重要的事情啊 2014年有什麼 就是2014年的時候 這個Google團隊 跟牛津大學 他們兩個團隊 分別拿下第一跟第二名啊 那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團隊 分別有把這個 Neural Network 做一些 小幅度的這個演進啊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講 就是 但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們兩個的錯誤率啊 大概都已經降低到7%上下 差別不會有很大 記得冠軍的Google Net 應該是 6.9%的錯誤率 那這個 那個 牛津大學好像7.3%吧 那都離剩下的很遠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而且那個時候就看得到 好像要超過人類啊 那個 那2015年當然就是這個 resigual learning 那 統治的世界 然後後面又差別不大 這樣子啦 好 所以這個2012年這個 你看了 你發現這個 進展老實講 就是跟著這個 跟著這個比賽走的 所以 這邊更可以說明這個 李飛飛他的重要性 好 那我們來看 剛剛我已經講過這個 我們從一直都沒有好好講 這個 LXNet這篇 paper 那LXNet我們 他有哪些 你還記不記得有哪些特色 就讓他可以訓練得出來 你還記得嗎 你講好多 你要不要稍微 回憶一下 Adan Adan Adan不是他 Adan是2014年 對啊 他做哪些突破 還有印象嗎 你如果覺得比較難想 你想想看你第一次看到他的第幾課 第一課 第一課 第一課沒有啊 第一課我們就在做邏輯次回歸 跟現金回歸的推導啊 好啦第二課 你遇到他第一個是 以前的人在做 這個 非現金轉換的時候 都用SIGMOID 對不對 他都用REDU 對不對 那這件事 REDU確實 我們也做過實驗嘛 REDU確實是 在很多情況下 他真的是蠻優秀的這樣子 好第二個是 Dropout 還記得嗎 這個Dropout 就是他提出來的這樣子 好 其實他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創新之處 包括Augmentation的方法 Augmentation是什麼 還記得嗎 資料擴增啊 就是把影像做一些其他處理這樣子 好 那你來看AlexNet的這個網路 AlexNet的網路 你現在看這個圖 這個圖是由下往上的 這個第一層是什麼 你現在看這個圖 你大概看不看得懂 我想知道一下 第一層 他這個意思是什麼 他經過了一個Convolution Layer 並且 11乘11的這個Fighter 就是他的Kernal Size 是11乘11 這是一個很大的Kernal 對不對 然後這個S是那個 不服 不服式 就是那個格子 對 他一掃描的這個過程 是格幾格少一次這樣 如果不服式1 就是很密集的這樣一直掃 不服式的掃描 然後96個Fighter Number of Fighters是96 然後用ReLU做飛行運轉換 好所以 這邊看起來第一層是看得懂嗎 對不對 其實你要用MxNet實現出他的結構 好像不是太難 對不對 好接下來下一個 下一步他做了這個 Local Response Normalization 這個已經被淘汰了 那個MxNet也有 但是我們就直接跳過他好了 好下一步 這個MxPooling 一樣 3乘3的這個去Pooling 然後這個 這個S2 就是 用不服衛2去做 這個很特別喔 以前我們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 2乘2 才用不服衛2 3乘3不服衛2 這樣Pooling 不是會不小心Pooling到不一樣的東西嗎 對不對 所以這其實也是一個他的 他這個叫Overlap的MxPooling 這個也是他的一個新的概念 這樣實現上很簡單 但是 以前就沒有人這麼幹 或者有人這樣幹 但是沒有取得成功 大家不知道 所以後面這樣子造他下去 最後就FCE FCE都Fully Connected 這個圖大概不會特別難了解 那旁邊有FCE嗎 旁邊是Parameter的參數 這個就是你用了多少 你有多少代解參數 那這邊也是 這邊是運算量的多少 你代解參數那麼大 可是因為卷積 卷積的運算量比較大 這個圖的右邊是這個運算量 然後左邊是代解參數 運算量的意思 你要做幾個乘法 這樣子 那 運算量的部分 你會看運算量主要集中在卷積層 對不對 200多M 對不對 運算量主要集中在卷積層 可是參數量呢 仔細看的話 參數量 這裡有37M 卷積層最多最多就1.3M而已 剩下都幾K幾K 沒有超過100萬 最多100萬出頭 這邊有3700萬的參數 這邊又有1600萬的參數 這邊又有400萬的參數 所以幾乎百分之 大部分的這個參數都用在這裡 那4D Connected是辨認圖像好用的結構嗎 不是 所以之後其實基本上 透過審 透過一些 這個我們會在第9課的時候 好好教你怎麼設計網路 這樣子 我們現在就是回顧研究就可以了 這樣子 所以透過這些方式 這個 就是 到時候我們可以把這些層刪掉 什麼的 網路會變得代解參數沒有那麼多 但是一樣 預測的很準 甚至比LXNet更準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他到底還有哪些數據增強 數據增強 這個他用的數據增強方式實在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基本上 我現在好像沒有看過 除了他用的以外 更超過他範圍的數據增強 甚至現在的網路在訓練的時候 都不用這麼多的數據增強 ZCA白話你可能還沒看過 就之後 遇到的時候再示範 這樣子 然後使用GPU 在那以前沒有人在用GPU 然後 Local Response Novelization 那後續人就被證明用處不大 但是他還是 在至少在當時還有點貢獻 現在我們都用Bench Novelization 對不對 好 所以說LXNet 你直接看這6點 你會發現他幾乎沒有技術的創新 你懂嗎 如果你跟那個ResidualNet比起來 媽的他這個 這個 什麼 沒有什麼突破 這樣懂得意思嗎 就只是把他全部都 就是全部都 當時最先進的觀念把他 pooling在一起而已 這樣 好 所以這個 他最大的貢獻其實就是 重新在這個 用ImageNet證明了一下 就是Neural Network的強大 這樣子 那Hinton出現那麼多次嘛 所以自然他會被叫這個 神經網路支付跟深度修行支付 這樣子 好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研究 好 LXNet出來了以後 這個2013年開始 所有的研究 都將這個目光重新聚焦回 捲機神經網路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捲機器他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捲機在做運算的時候 是不是個線性運算 可以理解喔 那個我們在推導的時候也發現 他就是個線性運算 線性運算好嗎 好像不太好啊對不對 線性運算並不好 那有沒有一種可能性啊 就是我們先看下面這個圖好了 有沒有一種可能性 我們不要用線性的捲機器 去捲機這個 捲機這個網路 我們改成用 就是用MultiLayerPerception去做捲機 有沒有這個可能啊 你覺得這個idea如何 這idea不錯對不對 可是這個怎麼實現 這個就不太好實現了對不對 好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希望用非線性的方法去做這個預測 但是不太好實現 好 那後來人家研究之後發現 其實這個樣子看起來蠻複雜對不對 可是他在數學上完全等於在N乘N的捲機核之後 連續堆疊1乘1的捲機核 也就是把1乘1的捲機核 和這個N乘N的捲機核把它堆在一起 就是N乘N之後接個1乘1的捲機核 為什麼 1乘1的捲機核到底在幹什麼 就把前面所有特徵 內機嘛對不對 乘上我的這個Fighter 就是那個捲機核 然後就相乘然後累加出的數字 這是不是很像 內機不就是矩陣的運算嗎 對不對 那我運算出一個之後 那如果我有很多個Fighter 那不就相當我矩陣的Raw越來越多了 Colin越來越多了嗎 就是要乘給他那個矩陣Colin越來越多 那Output就越來越多了Fighter 所以 在N乘N的捲機核後面 堆疊1乘1的捲機核 相當於用 Multi-Layer Perception版本的 捲機器 去做 這個捲機的掃描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很重要喔 你懂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 首先第一個 重要的突破在哪裡 第一個 這個idea是這樣來的嘛 就是我希望用Multi-Layer Perception做捲機 而不要用 Linear Linear的這個 Convolution去做捲機啊 這樣子 那怎麼實現呢 怎麼實現是用1乘1的捲機核堆疊 就可以做得到 數學上是完全等價的 1乘 那這樣子 貢獻了兩件事耶 第一件事情是 我終於可以做非線性的捲機了 第二件的重點是 原來1乘1的捲機核 看起來沒什麼意義 那個Lacure那個 那個網路 沒有在用1乘1的捲機核 1乘1的捲機核 聽起來好像沒用 聽起來好像沒用 好像有用 這樣懂的是嗎 因為它其實是在做非線性的捲機 所以假設我們的網路 我們當然不能整個網路都用1乘1的捲機核 但我們網路假設有時候用1乘1 有時候用3乘3 有時候用1乘1 有時候用3乘3 這樣好像就相當於是在做一個 Multi layer perception的捲機 這樣可以了解喔 所以 1乘1的捲機核非常重要 那未來的網路也大量運用1乘1的捲機核 這樣知道嗎 剛剛在LXNet這個網路 它是沒有1乘1的捲機核 它是11乘11 5乘5 3乘3 從這裡以後 就有1乘1的捲機核 這是新加坡大學的這個研究 這樣 繼續 好 2014年的時候 這個牛津大學 我剛剛講的 跟DeepMind DeepMind這家公司知道嗎 這家公司幹嘛呢 沒有聽過DeepMind這家公司喔 AlphaGo你有聽過嗎 AlphaGo就這家公司開發了 這樣知道嗎 因為他這家公司被Google收購了 但是是Google裡面的這家公司做的 這樣知道這家公司的檔次了嗎 這樣可以好 好 那這個 他們兩個 就是牛津大學跟DeepMind就一起合作 那合作發表這家公司 叫做 Very Deep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For Large Scale Image Recognition Very Deep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看一下他的引用次數 這種引用次數就是你沒有看過的人就可以去死了 好不好 好 這邊研究到底 這邊研究是2014年的亞軍 不是冠軍 冠軍Google 對不對 這到底做了什麼貢獻我們來看看 他的貢獻在這裡 剛剛我們已經發現 3x3的捲機器跟1x1的這樣 就是NxN的捲機器跟1x1的堆疊 可以變成Multi Layer Perception版的這個 的這個網路 對不對 那 可是問題是你去看LxNet的設計 他有時候用11x11 有時候用7x7 有時候用3x3 那我什麼時候要用11x11 什麼時候要用7x7 什麼時候 這個難道這個是藝術啊 這個是不是太 就是 太難決定了 可是如果你仔細想的話 3x3的捲機合是不是 做完之後會讓那個 這個特徵圖變成3x3 那3x3的特徵圖再做的是3x3的捲機合 是不是會變成1x1 所以兩 堆疊兩個3x3是不是相當於一個5x5 我們先不要討論 他們兩個當然不完全相等 但是從特徵圖的縮小來看 他是不是相當於一個5x5 是嘛對不對 可以接受 而且堆疊捲機合這件事情 前面那個研究不就證明了嗎 即使堆1x1的都ok啊 那堆3x3的當然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個研究的概念在做什麼 就是啊 我再也不想要用 我再也不想用3x3以外的捲機合 1x1的我願意用 因為1x1它有那個Multi-Layer Perception Comblution的感覺嘛對不對 那 可是如果今天要用個5x5的 那為什麼不用兩個3x3呢 你這樣懂意思吧 因為兩個3x3 從某種角度來講 它跟一個5x5差不多 對不對 那兩個3x3有什麼好處 就在於我就不用 我就在 我以後就只要一直 如果我覺得一個3 兩個3x3不夠 我就堆三個3x3嘛 我再也不用設計那個一個5x5這種事情 這樣懂意思吧 好 所以這篇研究 它就再也不用5x5了 它的研究 你看它的研究 這是它有它設計的1 2 3 4 5 6 它有6個網路的結構 每一個網路的結構 都只有用到3x3 或者是1x1 好 你看第一個網路的結構 是這個 這樣看得懂它的第一個網路結構嗎 先3x3 64個Fighter 接著做Max Pulling 接著做這個 3x3然後168個Fighter 再Max Pulling 3x3x3 Max Pulling 33x3 Max Pulling 33x3x3 這樣懂吧 這個網路的結構看得懂 後面就 Max Pulling 然後 那個Fully Connected Fully Connected Fully Connected Soft Max 這樣出去 好所以這個網路的結構 大概看得懂嗎 可以想像吧 算是8成吧 64 8成 不是 這64 64個Fighter 如果你做MX Center Invership的話 經過低層之後 它本來是24x24 24x24嘛 經過低層 它不符為1的話 它應該會變成 如果有Pedding 它會變成224 它本來是24x24x3對吧 經過這一層 會變24x24x64 那Max Pulling完之後 會變成12x12x64 經過這一層之後 會變成12x12x128 這樣可以 一直往下 然後Fully Connected 那 第一個跟第二個 做什麼比較 很簡單嘛 加個LRN LRN是Local Response Novelization 那它其實就是經過這個研究發現 欸 這個 有多這個Local Response Novelization 沒啥P喔 所以就把Local Response Novelization 淘汰掉了 繼續 它多BCDE嘛 對不對 來 繼續往下你會發現 那 這個A跟B又差在哪 多兩個3 對吧 B跟C多在哪 欸我給它1乘1 那 A跟B的研究之後發現一件事情 欸 B果然比A好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我 我如果想要讓它變好 我就堆3乘3就好 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啊 對不對 那B跟C在比什麼 我如果把1乘1會不會比3乘3好 他發現又比較好 所以 他發現一件事情啊 就是你要做 你要做深度網路 你就是一直堆就對了嘛 你就堆一堆1乘1跟3乘3 反正準確度就會提高嘛 那C跟D他在比較呢 他就把1換3對不對 他發現一件事 D又比C更好 他這一點齁 這一點就是 3乘3的卷移器比1乘1好 意思是這樣 那代表1乘1沒有用嗎 不代表 你這樣懂的意思嗎 因為 等一下你就知道1乘1要怎麼用 好 那再多 再多多一點 又比較好 所以他最後19乘的這個最好 這樣懂的意思嗎 就是他 第一個 他總結了一些 第一個 越深的網路效果越好 這跟我們實驗一致嗎 不一致啦 不一致吧 我們上次實驗 不是越深的網路不見得越好啊 為什麼 因為他最多也就19乘 他是在一個很小的乘數之下 去證明這個 越深的網路效果越好 這樣子 後面RecisionNet的文章就有證明說 他 並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1乘1的卷移和顯著提升效能 這跟上一篇就相同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篇研究最主要的貢獻是什麼 我們來想一下 就有了這篇研究之後 我們已經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設計網路 不要去想著要什麼 哪些地方要7乘7 哪些地方要3 哪些地方要什麼 反正你就是一直堆3乘3跟1乘1就好了 為什麼堆不上去 因為太深的網路會體圖消失 對吧 堆不上去的原因其實是這個 不過RecisionNet之後會解決嘛 所以他的這個研究還是很有貢獻 好 至少有貢獻就是5乘5等於233 好繼續往下 在2014年的時候 這個 Google團隊跟那個DeepMind 他們是競爭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DeepMind做出來的這個研究 當然不會跟Google分享 那我們來看Google是怎麼拿到2014年的冠軍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他是怎麼做的 那他提出的這個網路22乘生啊 是當年最深的網路 為什麼他可以訓練22乘生 然後那個 前面那個DeepMind做不到 為什麼 他會有什麼高科技嗎 好像沒有有啦 張傑克的時候我們有講到他 有把 第11層的時候他會接一個Softmax出去 然後第16層的時候又接一個Softmax出去 這樣子嘛 所以 但是那個效果不怎麼樣嘛 對不對 所以他也升不了多少 22而已 沒什麼用 當時還沒有Bench Normalization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網路是怎麼設計的 好不好 因為他們資訊沒有共通嘛 所以他還是有用5乘5 他怎麼設計呢 他發現有一個東西進來之後 就一個就是input進來之後 他就 他不知道 他的idea是這樣 就是1乘1 3乘3 5乘5 我不知道哪一個比較好 對不對 那個 那個 DeepMind他的做法是 我不知道哪個比較好 那我就通通3乘3 反正我堆疊不等數目的3乘3 這個 最終我就會達到5乘5 或者7乘7的效果 可是Google的idea是 那我並不清楚 我什麼時候要用1乘1 什麼時候用3乘3 什麼時候用5乘5嘛 甚至什麼時候用Pooling我也不知道 那怎麼辦 他就這麼做 欸我啊 就1乘1也用 3乘3也用 5乘5也用 那Pooling也用 再把他們合併在一起 怎麼合併 用疊的啦 用疊的聽得懂嗎 就把他的特徵圖這樣疊上去 只要他的Size是一樣 他就可以疊上去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有沒有有點像Dance Connection 只是Dance Connection 他是疊 他是固定的Size 他沒有疊 所以他的idea就是 我把我並不清楚要怎麼做 所以我就把他弄 什麼都用這樣子 然後一起往上疊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叫做 以後我們在設計網路的時候 我們通常 因為我們通常 動不動就設計個幾百層嘛 對不對 幾百層 他總是要有重複的結構 這樣我才好設計 所以我們之後的網路 在設計的時候 都是用這樣一個單位 這樣叫一個Module 一個模塊 中文叫模塊 就是堆疊那個模塊 我就可以設計啊這樣子 好 那這個Module的設計邏輯 就是懂 就懂了嘛 就是1乘1 3乘3 5乘5的卷基層跟Pooling層 那我不清楚什麼時候 要用什麼樣的結構 就全用 那全用有個好處啦 就網路自己會決定什麼時刻 要用什麼樣的結構比較好 好 那因為 前面 在他研究這個的時候 Network in Network 就前面那個新加坡的那個研究 發現 1乘1的卷基盒很有用 所以 那我在3乘3前面 就堆一個1乘1 5乘5前面 也堆一個1乘1 Pooling完之後也堆一個1乘1 這樣子的話 他的這個Module就長這樣 這是最終版的Inception Module Inception是他自己給的名字 這樣子 好 那這樣的Model設計啊 就是他的這個Idea 還不錯 所以他最後拿到冠軍嘛 對不對 Idea是什麼呢 第一個 他只要設計重複循環的Module 那這樣 網路的中間我就不用特別設計了 對不對 那我這個Module裡面只要什麼都有 這樣就解決問題 這樣可以齁 好 那這個 那之後他又提出Bench Normalization那些 就反正就 就 Bench Normalization我不知道有沒有講 反正 至少這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研究就是Adam Adam 這個 Adam比SGD好 在很多情況下都比較好 這個 應該是可以 這個我們做好多實驗都這麼證明 但是Adam 他的 就是如果我們在做一些研究比賽的時候 你會發現 好像大家都用SGD不用Adam 為什麼 SGD雖然 看起來好像比較不好 可是他是在原始的函數圖形上面找T度移動 這個Adam 你有做Normalization 可是Loss Function 並沒有改變 Loss Function還是長那個樣子 所以Adam 不見得 一開始優化的比較快 但最終不見得會到好的地方 這樣知道嗎 所以SGD 如果我們要去比賽的話 你會發現大部分的研究都還是用SGD優化 為什麼 因為他會真的找到 那個最低點在哪裡 對不對 可是Adam會亂跑 跑得快就是 代價就是會亂跑 這樣子 那只是說 如果你今天只是要設計一個 隨便設計一個網路這樣子 馬上就要用 用Adam還是比較好 因為你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對網路精心調整 Adam還是很重要 好 然後Benzinal Liation 這邊我們就講Benzinal Liation 對不對 Benzinal Liation 讓這個準確度提高 而且他還有另外一個 更後面 那個Benzinal Liation 是 這個Google Net 它又叫Inception Net 可是這個Google Google這個團隊就是這樣 他們創新的步伐很快 所以他不斷提出Inception Version 1 Net 接著 有了Benzinal Liation之後 就是Inception Version 2 Net 接著他過了一陣子 就提出Inception Version 3 Next Net 那我們來看 Version 2 Net 就是增加Benzinal Liation 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個 不是說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就很簡單 好我們來看Version 3 他要加了什麼 好不好 Version 3在加的時候 他發現一件事 這一個 這個是 Version 1的這個Module 可是他在比賽的時候 他不知道5x5 可以變3x3 兩個對比3x3 對不對 可是 比完賽之後他發現 別人兩個 一個5x5 可以改成2x3 所以他就把 一個5x5 改成2x3 就變成了這個 這個版本的這個Module 誒 阿鎖現在想幹 一個3x3 那不就等於一個1x3 和一個3x1嗎 你懂我意思嗎 我可以把 5x5 看成2x3 我就可以把一個3x3 看成一個1x3 和一個3x1 一個1x3和一個3x1 你一個3x3 被一個1x3的掃描 是不是會變成3x1 那一個3x1 再被一個3x1掃描 是不是就會變成1x1 所以他又把3x3 換成了1x3加3x1 3x3呢 再換成1x3加3x1 那這個3x3是不是也可以換掉 1x3 3x1 好 所以他就是 把這個 就是他 就是他把一件事情 做到了極致阿 這樣知道嗎 就是我要節省那個Fighter 我要把那個Fighter變小 做到了極致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就是Inception v3net 那Google做了這麼多努力 有學理上的突破嗎 沒有 感覺就是工程硬勢 對不對 他做了這麼多努力 那就把這個Inception v3net 投入到2015年的這個 這個比賽中 好 但因為他的研究突破相對小 所以他沒有拿到冠軍 因為他遇到了這個 就是目前為止最重要的研究 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來看 這個 所以現在大概設計網路 大概有一點概念 可能還沒有真的開始設計阿 因為我們這個第九課 才會真的開始教你 就是再跟進一步 帶你了解這些架構的細節 這樣子 大概有概念 其實 欸 還是有一些突破啦 對不對 就是你現在叫你設計網路 你一開始已經亂設計 那這邊我至少有一些E巡的標準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研究 好 resignet resignet resignet怎麼成功的 這個 這個我們第七節課一直在強調 好 所以 這個 他 呃 因為他是Microsoft 團隊提出的 所以說 欸 Google團隊提出的那些module 然後什麼 欸 他們都沒有用 但是他們還是以大幅度的優勢 就是 贏過了 其他團隊 而且 並且最 誇張的事情是 他們的網路是一個 1000層深的網路 這樣子 你知道嗎 22變1000 真的很誇張啊 基本上就是宣告 這個 基本上就是宣告 深度網路的來源 啊 你 我這邊問你一件事情 你應該知道alphago 你知道alphago的網路深度是多少 印象 隨便給數字 13跟15而已 13 13跟15 就他有兩個網路 分別是13乘深跟15乘深 為什麼 你想想看他2016年比賽 他2016年就跟那個圍棋選手比賽 對不對 他那個時候哪用不到recisionator 對不對 這樣 所以你看沒有用recisionator的時候 alphago就已經 其實我蠻難想像 如果用了recisionator 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過 不過因為你已經贏過人類了 後面就 後面就不太有意思了 你知道嗎 就是 後面你在比 你又贏過alphago version1 過個幾個月 Google也可以 再開發出一個alphago version2 把你幹掉啊 對不對 alphago不夠用 就用betago 對不對 用gammago 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go 就是圍棋的意思 喔 就是那個alphago 為什麼要叫alphago 這個名字 alpha是因為 就是那個版本 是alpha版 alpha版 beta版 beta版這種 我們就常常聽到的 因為alpha版比較像內部的版本 beta版 後面就是正式版 這樣 alpha版的 go go是圍棋的意思 所以他們後來把這個 他們又開發這個 做這個 星海爭霸的這個 網路 這個你知道嗎 他還又做了一個 玩星海爭霸的這個 真空智慧 他就叫 alpha star 所以這個alphago的名字是這樣來 如果不知道的話 就是 我這邊就解釋一下 好 這個研究出來之後 有了什麼 google馬上就抄走了 google真的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團隊 他馬上就把 Inception Version 4 Inception Version 4 什麼勒 Inception Residual Net 他馬上把別人的idea抄過來 並且 有抄有差 有抄了之後 錯率本來是3.5% 馬上變成3.08% Google真的是一個厲害的團隊 有好東西馬上就抄了 好 繼續我們往下看 有了這個 Residual Net之後 看起來 神經網路已經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 那 在此之前我們講 我們就算在做圖像 我們的Output總類是不是很有限 我們現在Input Input有數值 數值Input 我們已經會了 對不對 那圖像Input我們也會了 文字Input 還沒教 但是 反正未來我們再看他要怎麼做文字的Input 這樣 那 蛤 聲音它也是一種數值型態 OK 那這個 那 Output的種類 目前你學過哪種 Linear Output Logistic Output Softmax Output 還有嗎 沒了 為什麼只做這三種 原因很簡單 因為很簡單 好不好 好 可是 你以前 做這三個鐵定是最簡單的任務 你這三個做不好之前 你當然不要談其他的 但是 有Recision Net之後 這三個做得非常好 下一步你要做什麼 下一步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本來有很多 假如說 這個給你一張 貓的圖片 叫你變成是貓 這件事情在真實世界中是很少見 正常情況下是 這張圖裡面什麼都有 你應該要有能力去框出 這是隻貓 這也是隻貓 這是隻狗 這是隻狗 這是隻鴨 這樣的東西 這兩個任務有本質上的差別 差別不在Input的格式 Input的都是圖像 差別在Output的格式 那 所以說 Output Output 這個東西我們叫 Object Detection Object Detection 我們會在 第 我記得是 11 12 課的時候會 認真的講說 會 帶你做出一個Object Detection 模型 這樣子 好 但是總之這個 呃 就是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 我們現在 因為網路已經夠深了 所以這種以前做得很差 那就不會有人去理他 那現在網路夠深了 當然就會做得很好 對不對 那所以Object Detection 就開始可以做 有大量的突破研究 在產生了 這樣子 好 這個 呃 ResNet出現以後 就之前所有的 物件識別模型 看起來都很像智障 就是 就 欸我還要很辛苦的去做什麼 啊太麻煩 太麻煩 我們用ResidualNet做這個特徵抽取之後 再經過一個精心設計的Output 欸你就可以Predict出去了 不過 你稍微想一下 你現在想像的出來 欸 要怎麼 要怎麼設計出這個Object Detection的輸出嗎 很難欸 因為 因為它 框框的數目 不一定有幾個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怎麼知道 我的Output格式一定要固定啊 不然我怎麼寫到數學式裡面 那件事情老像有點難 好 不過 呃 就是 有一個研究叫YOLO 你聽過YOLO做的TEN嗎 沒有是不是 好沒關係啊 這 有空在Google一下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TEN 它其實 YOLO是 You only Life once的簡稱啊 意思叫你好好享受生活啊 就是 或者當你就是 做一些比較瘋狂的事情的時候 大家就講啊 就是你在YOLO這樣 好 所以這個 這個研究 這個Paper它取名也是取得很好 很好玩 它就故意取諧音 You only look once 為什麼 我們只要特徵 只要抽取一次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框框都拉出來這樣子 那它的改法 這個我們會教啊 它的改法是 它會把這個輸出成 本來是softmax 改成一些 它做了一些精心的設計這樣子 到時候我們會教它怎麼設計 那它就可以做物件識別 那前面都可以用recisionator的架構 所以它這個研究還是蠻重要的 好 那到2018年為止 幾乎沒有任何卷积神經網路以外的演算法 同時在速度及準確度上勝過它 所以這個YOLO架構是又準又快 好 那除了能做object detection之外 還可以做segmentation segmentation是分割 把它拉出框來 看起來好像還不夠高級 應該要這個把它這樣切出來 這樣才高級 從你的角度來講 你覺得segmentation比較難 還是object detection比較難 喔你覺得segmentation比較簡單喔 要歌圖比較簡單 為什麼 我想聽聽你的想法 你說segmentation比較簡單 因為它只要割出一個物件這樣 它同樣也要割出很多啊 你看它也割出了這個 割出了這個大樓 也割出了車子 也割出人啊對不對 好 我們來講 其實基本上 從正常人的角度來講 如果你沒有學過深度學習 你一定會覺得segmentation比較難 因為它很煩 就是你人去做的時候很累 可是如果你有深度學習的概念 你會發現 其實segmentation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比較容易想像它的output格式 因為它output還是一張圖啊 你懂我意思嗎 呃 框是一件 你很難去想像它output是什麼樣的格式啊 可是它output還是一張圖啊 output一張圖 你只要去記錄 喔這個像素是車子的像素 這個像素是人的像素 你這樣就解決了 對不對 你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它是比較好想像的 所以其實 大概我想強調的是這個概念 好 接著 其實我們第10課到第12課 主要就是在講 等一下我們要 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部分就是我們剛剛要focus的地方 好接著 在2013年的時候 有一個主要的研究 叫Wall to Vector模型 它可以把文字轉成向量 那這樣一段文字不是就可以轉成 很多向量 那它就變一個矩陣了 變個矩陣不就有點像一幅畫了 一個影像畫 所以文字透過這種轉換 它也可以變成一個矩陣 那變成矩陣就變成 卷積神經網路就可以處理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有了這個研究 文字跟圖像就可以接軌 那你就甚至可以做出這種 這種模型 那對文字的研究 我們會在第13課跟第14課教 我們會先帶你實現 我圖Vector模型 用MXNet實現 那並且那你就有了這個對照表 對不對 有了對照表之後 我再教你怎麼用這個對照表 設計卷積網路這樣子 然後我會教你很多文字的模型 甚至你可以看圖說話 不過看圖說話這個太難了 這個我沒有教這樣 但是你看這個網路可以看圖說話 而且仔細看一下它這個圖 白色代表它focus的地方 你會發現 它focus的地方都是對的 它不是亂講 你看我們重新來看 a group of plants flying in the sky 你看看sky的時候就是周圍是亮的 a group of plants的時候就是中間是亮的 就是它在講話的時候 它是在看著某些地方講話的 蛤不是 它在看著這個圖的某些地方講話 你懂為什麼它在講plan的時候 它不是亂指 plan就真的在那裡 plan是飛機 你有知道嗎 喔你不知道plan是飛機 你說是用 就它在講sky的時候 你看它就是在focussky的地方 它在講plan的時候 你就看到它focusplan的地方 那A咧 A a plan A跟plan是差不多的東西 它就也在focusplan的地方 你有注意到嗎 a group of plants flying in the sky the sky是同樣的 對不對 這樣懂嗎 所以它其實是蠻準的 你看不懂這個沒關係 這個是attention mechanism 這個我們一樣第十四課會教啦 這樣子 好 再下一個 那 第十課到第十二課要上五件識別 第十三 第十十課上文字 第十五課跟第十六課咧 我們要上這個 我們要上這個 叫這個 generative 這個advanced rate network 這叫GAN 簡稱叫GAN 就GAN 對不對 我簡稱GAN 是不是很像GAN 對不對 對不對 對抗生存網路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這突破在哪裡 之前 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出一個網路 給你一堆雜訊 你就產生一張人鏈 如果你有這個網路的話 那也相當於有了什麼 你相當於有了一個 自動的這個 就是 自動的這個 就是 我就可以產生 無數這樣的人鏈 產生很多假資料 這個假資料 可不可以拿來 擴充我們database 來的training 可以嗎 不過我們到時候會做實驗 你看看到底有沒有效 好 沒關係啊 到時候你會發現 提升 提升這個 在資料有限的狀況下 提升 網路的準確度 這件事情有好多方法 不見得用的是這個方法 但是這個模型 還不夠屌 屌的是下面這個 這個模型的結構 到時候我們會好好 比較 事實上你根本沒有辦法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這一個的雜訊 它怎麼去雜訊跟這個是怎麼對應的 所以你沒有這個pair的data 沒有pair data 那這模型怎麼做呢 是給它一堆亂數 然後它經過這個 模型A 就是AI1 然後它會產生一個fake的image 然後讓 你手上總共有real的image real的image跟fake的image 讓一個AI2去辨認 那AI2只要能夠辨認出 哪一張是fake的哪一張是real的 那顯定就是fake的不夠好 它就會告訴AI1說你要怎麼改 什麼叫告訴 就是把t2傳給你 這就要告訴 這樣知道了嗎 把t2傳給你叫你改 那你改完之後 你是不是產生的fake就會越來越真 所以它就是透過這種方式 讓這個generator的network 產生足夠真的image 最後讓discriminator network 幾乎沒有辦法分辨哪一張真 哪一張假的 他就透過這整個網路 這個整個過程 然後去訓練這個網路 這樣懂意思嗎 好 神奇的是這樣子 我們在最後一節課 第16課上課的時候 我們會交一個網路結構 這個網路結構 可以把一張風景畫 變成墨內的畫 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啊 正常來講我們要做的話 我們這個好不好訓練 這種網路融入人訓練 正常的話我們應該是有一張風景畫 再有一張墨內是參考這張畫 這個照片畫成的風景 那這樣我們就有這個pair data 那有了很多pair data 我們當然能夠訓練出一個墨內的 這個AI嘛 對不對 可是 墨內已經死很久了 墨內當初參考哪一張照片 我怎麼知道 所以這是一個unpair的data unpair data 也訓練得出來 這就是 現代的神經網路最神奇的地方 你這樣知道嗎 我們本來想像就是要pair data才訓練出來 現在是unpair data訓練出來 unpair data可以訓練的話 就代表這不用label就可以訓練了 你這樣知道嗎 我們現在不是 李飛飛在做的時候 不就是要很大量的有label database 我們深度選擇 現在不用 所以你這樣知道有多恐怖了吧 這個突破還是很大的 好 甚至啊 他幹出了一件事情 正常來講 假設我要做中翻英 中文翻英文 我應該要有 一句中文跟一句英文 然後很多這樣的語句 然後這樣就可以讓AI去學習 透過剛剛那個技術 我們只要給他一本英文書 再給他一本中文書 不用link 這兩本可以再講完全不一樣的事 英文書是講醫學的 中文書是講數學的 這樣他就可以學會中翻英 超屌對不對 沒關係 第16課我們再來好好學 他怎麼做的 而且我帶你實現 這個研究是2018年的研究 Facebook做到了 而且他 因為 如果你只要一本中文書 跟一本英文書 兩個不用有link 他就可以翻譯 可以這樣翻譯正確嗎 正確的 而且比本來還要準 可以順 順 厲害就厲害在這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做得到這件事 那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都做得到 我這邊隨便舉個例子 原住民文你會講嗎 你要怎麼樣找到一個 我這樣有點歧視原住民 我們不要這樣講 我們就是 呃 假設有某一些語言 對不對 很少人用 那你要找到 你就會很缺乏 假設你要把它翻成英文好了 你就很缺乏這樣一對一的這個 翻譯 的話 對不對 你現在透過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翻譯了 對吧 這樣懂了吧 厲害 真的是超厲害 所以我們後面的課 第10課到第16課 就是 教大家實現 這些這麼了不起的研究 這樣子 但是我們在最後介紹一個 加強深度神經網路預測能力的 這個東西 就是2017年是最後一屆的這個 Image Net的這個比賽 欸怎麼了 只辦到17年 對啊 18年不辦 為什麼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這個 這個是我的猜測啦 這個我不敢說是 事實上就這樣 官方的原因是李飛飛覺得 李飛飛宣布說 因為2017年的時候 錯誤率已經只剩下百分之二點多了 百分之二出頭了 人類的錯誤率是百分之五 對不對 你最後再去競爭那百分之0.1的 就是 然後 你辦這個比賽 大家都會投入很多資源 大家都想拿冠軍嘛 對不對 沒什麼意義 所以 他就不辦 這是官方說法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 因為李飛飛 從2017年年底 2018年 他就跑去Google 上班啦 他變成Google的首席科學家 那他跑去賺錢 所以就不想辦 那本來是Stanford大學的教授 現在跑去Google做首席科學家 大概 首席科學家是技術長 那 如果是我 我應該有去賺錢 所以他就不辦了 這樣子 好 2017年的冠軍提出的這個idea還不錯 就是 原先我 做了一個 這個recision net之後 我再經過一個壓縮 壓縮 這個加強化的這個過程 就是我把這個東西先沉上來 就是我先 我先經過一個這個 Multi layer perception 經過這個Multi layer perception之後 我把它沉回去這個 沉回去這個recision的結果 然後再加回去 再跟原始數據相加 這個叫做 就是壓縮激勵機制 這樣子 那這個機制 之後我會再教大家實現 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研究 我個人覺得是很看好的 因為我自己的實驗 這個研究 出來沒有很久 畢竟是2017年的冠軍 出來沒有很久 我自己的實驗經驗是 我幾乎什麼網路 只要加上這個機制 performance都會提升 所以這個 這個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 所以 這個 之後再教大家實現 好 神經網路 重要的研究太多了 不是只有那些 那些是 發表次數 破 就是幾千上萬的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幾千的 那一兩千的難道就不值得 幾百的也很重要 你懂我意思嗎 你現在 我們現在在國防醫學院 對不對 你在醫學院你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幾百的就非常了不起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說我們這個 我們就是 還是 我們來看一下幾百的研究 還有哪些 就是如果你想讀paper 還有哪些paper可以讀 Dense Connection Network 這個有帶你讀過了 應用次數超過750 現在應該兩三千了 這樣 Exception Net 這個我們下一節課 會稍微講一下 Duel Path Network Duel Path Network 是把 Recedure Learning 跟Dense Connection 把它結合在一起 有兩個 我不知道哪個比較好 我就兩個都用 你看就是 充滿著暴力解法 研究這樣 Sequencing Net 就是模型輕量化 我們跟他的模型都很大 你看這個 Sequence Net 這個壓縮模型 它的標題是什麼 有 有LX Net Level的 準確度 但是 有超過50倍的速度 50倍 然後有 只有 0.5MB不到的模型 大小 這樣知道 小的模型也是很重要 為什麼小模型重要 你老 你現在 老師 你現在用 做深度學習運算 你都用GPU 運算 我手機想用怎麼辦 所以小模型也是很重要 這樣懂嗎 你不老是訓練那種 要 要 一百萬的 兩三百萬的Server 甚至上千萬的Server 才能用的模型 對不對 經濟效應 不是經濟效應 那你現在要做自動駕駛車好了 難道你要放一台GPU Server 在自動駕駛車裡 對吧 所以你這樣懂意思吧 所以模型也要變小 這樣子 這個是模型輕量化研究 那下一節課 我會教大家 就是 稍微review一下這些paper 就是說 我模型怎麼設計 才會又小又準 這樣懂嗎 好 那我們這邊做實驗 實驗 你今天不用自己做實驗 你就看著我做就可以 好 但是你回去要練習 好 那這個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今天主要教的東西是什麼 今天主要教的東西是 就是 有那麼多經典的模型 對不對 這些模型 都好棒 那我們怎麼運用它 事實上 很多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都是可以下載的 這邊有個連結 就是model root 這個是mxnet提供的 這個model root裡面 這邊有好多 哇這個resnet 對不對 你點進去 哇這邊有個 好幾個版本 有18層的 34層的 好幾層的對不對 點進來18層的 你就會看到 喔這邊有resnet 你把它下載下來 你就可以用它 這是樣本 這個不是樣本 這個是模型參數 我們來 我教你怎麼用它 就是假設我們已經下載完了 那我們就把它存到這個 我現在把它存在 第八課的這個 的model裡面 好現在裡面就有這兩個 這兩個模型 這樣懂 44MB 這個也是44MB 這樣44點多MB 好 我把它讀進來 然後我們來教你說 這怎麼用 這樣子 好我們把它全部複製貼上 好 那這個我把它放在 lessnet的model 對不對 這節課好像都在講 paper都沒有在寫文字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這節課 會比較friendly 有一點是不是 好我們來讀 讀進來之後 先 library mxnet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不讓我讀 mx model load 為什麼 mxnet 找不到mxnet 找不到mxnet這個library 哇靠 我的server發生什麼事了 不然我先用另外一台好了 這樣子 我先用另外一台server 我先用另外一台server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load這個 就是resnet 那這個load的方式就是 透過這個樣子就可以load進來了 這mxmodel load 這個函數應該還記得嗎 不是很難搞吧 好 load進來了 這個model裡面就是 裡面該有什麼都有 好我們來看怎麼用它好了 好首先 第一件事 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把這個res 這個他裡面的這個 就是我們只load這個json檔 這個json檔我們只load的話 就是其實就是把他裡面的這個 這個東西 就相當於是 res model裡面的這個東西 這兩個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兩個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沒有關係 那我們繼續 那這個label names 是這個我們 我們預測出來一千個類別 一千個類別分別是什麼 這個就是那個名單 就來說我們看到 第一到六個類別分別是這個 就這幾個這樣子 這有些東西我也不認識啊 好那我們繼續 那首先我們要先定義一個 就是preprocess image的 function 這樣子 那這個這個所有的圖像 進到這個網路之前 需要經過這個 就是這個前處理 這個前處理主要我要先把這個 影像先resize成 224x224 因為我這個神經網路 當初設計的時候 他input的那個就是 input shape是24x24 resize完之後 我還要把這個數字乘以255 為什麼呢 因為他當初訓練的時候 是用0到255的值來訓練 可是在r裡面 他是用這個0到1的值來表示 好所以要0到255要乘以 然後並且把他dimension 最後多出一圍 這相當於bench那一圍 好這樣這樣大概懂 意思這個 這個function的效果 然後首先我們先load image進來 那我們load image 是load的一張這個package 裡面的圖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image 好我們先看dimension 這就是一張一般的image 對可以齁一般的image 好一般的image 然後我們先把他經過preprocess image 然後他會變成有個叫normal的 normal的這個image 好你看我們現在把他在 在dimension一下 然後他24x24x3x1 對不對這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好繼續我們來先把這個圖給他秀出來 就是image這個圖把他秀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 11張螢幕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利用這個網路 就是現在我們就是用normal這個繼續運算 好這個這個就是 在進行運算之前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recisionate這個結構 我下面要進行預測啦 這裡先預測一下 這個預測怎麼預測呢 那個predict函數還記得吧 很簡單嘛 就predict就把那個model放過來 這個model是別人訓練的喔 你不是親手訓練他的喔 你就把別人的幹過來 然後把這個 就是這個normal這個 這個檔案 這1000個類別 他是一個softmax output 這1000個類別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就是他的機率分別多少 那我要怎麼去決定他是哪一個 這張圖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 我把他whichmax把它找出來 whichmax我們看一下 whichmax找出來 89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只要找到label labelnance的第89項 897 金剛英姆 好 完全答對 準吧 好 那個 所以這個 你知道你其實光 就是如果你只是要做這1000類的分類 你根本連親手訓練都不用做 你下載就好了 你下載試一試哪個比較準 就收工了 這樣知道了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就是他的機率 那金剛英姆他判不出來的機率是 99.56%的機率是金剛英姆這樣子 好 那這個網路的結構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用這個指令就可以 就可以看出這個網路的結構 我來看我有沒有辦法 這裡有沒有辦法 用 好這個這個這個圖太小了 這個我們就不管了這樣子 這個這個我們就不管了 那這個我們來看這張圖 他的結果大概就長這樣 就是data進來 data進來之後變成 Bench Novization 然後接著變 Convolution 然後Bench Novization Redu Pooling 好所以這個這個結構大家懂嗎 然後接著Bench Novization 然後這個 Redu Redu 就看這邊Redu嘛對不對 Redu完之後 來先看一下先經過 Convolution 然後一個 然後這個 Convolution完了以後 把這兩個箱加 這不是RecidualNet的標準結構 然後你看再經過一系列之後 再把這個Input跟Output相加 再經過一系列之後 再把這兩個相加 再相加 這就是RecidualNet的經典結構啦 好不好 他總共有18層 你看起來好像很多對不對 一層 一層是一層有參數的才叫一層 所以這個不算層 這個不算層 所以Convolution總共有18層 好我們來數他一下好了 一層 兩層三層 這個不算 4層5層 6層7層 8層9層 10層11層 12層13 14 15 16 17 18 好收工 所以紅色為主啦 因為紅色是有參數的 好 那所以說這個RecidualNet還 就是還蠻好用的 好可是這個時候我們遇到 我們想我們現在有個想法 好那我現在來運行 就是我們來一行行重現 RecidualNet 18就是第18層的RecidualNet架構 我把剛剛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就是那個模型 把它寫成R語言 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Data先進來 然後BenchNormalization 然後BnData 然後BnData進來給Convolution0 然後Bn0 然後Convolution 這個就是照著他接啦 然後Pooling1 然後接著這個下來 然後這個 把這個State 這兩個相加 就是我這邊做一個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把這兩個相加這樣子 好 那不過這個有點長嘛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確定 我們寫的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這麼幹 就是 這個當然我是寫出來了 對不對 但是我怎麼寫的 我可能就是一個一個去看 這樣子 當然有更省實的方法 寫完之後 假設你要確認你寫的有沒有對 那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你把 原來的 它原來的這個Symbol 把它取代成我寫的這個SoftMax 來看看答案還不一樣 如果答案完全一樣 那基本上你寫的就是對 那你中間如果弄錯了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我故意 不是SoftMax 我故意 SoftMax前面是FC1 如果是FC1的話 這樣就會出包 對不對 你看 你看它出 數字就不一樣 對不對 而且這個包還算小的 這畢竟它還不會不能跑 假設我是Ready1 甚至給你一個Arrow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 那反正就是SoftMax就可以了 這樣子 好所以這邊證明我寫的沒有錯 這樣可以 好 用R 不是 你說我們 之後寫是什麼意思 我們 如果再用 寫R 為什麼 我們就用R寫個這樣的架構啊 可是當然是回圈版本 我這邊只為了 為了就是 簡單 所以我 故意把它全部都寫出來 而且實際上 我後面還沒教啦 我們實際上 要偷用它的架構 不用那麼麻煩 好 就是假設你要 你前面的架構都一樣 不是 你要用Resnet 那我們現在要做 假設啦 我們等一下就會教這件事 但是你最後一個 輸出不是1000類啊 對不對 你這邊是1000類嘛 假設你只想要3類 那你可以前面完全繼承 然後從這裡開始寫 我們等一下會教怎麼寫 這樣你就可以複製用別人的架構 然後在Paper 你看到很多Paper 像你之前看過那邊Paper 就是這樣 就是先用別人架構 最後一層改掉 這個 這個很容易做到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把他的最後把他抓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就是 我們先講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 如果今天我們剛剛這個架構 其中有個Layer 叫做 Flatten Zero 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重要的特徵啊 就是這個東西 最後再去跟 再去做個FC 就SoftMag出去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們 Resnet抽取的特徵嘛 對不對 那這個特徵 我們 我們 每一張 就是我們每一個圖片 如果我們就抽取一個特徵 那我們把這個特徵當作數值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預測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說我們怎麼把特徵抽出來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我們把Symbol改成 這個特徵 改成特徵了以後 改成特徵了以後 你現在直接去Predict他不會理你 為什麼 因為你裡面有一些額外的這個參數 權重參數他用不到 所以你要把這兩個權重參數刪掉 你用這種方式就可以把它刪掉 刪掉以後 你就可以把特徵抓出來 所以根據剛剛那樣圖 你就會產生出512個特徵 512個特徵 那這512 所以說你就可以 任何一張圖 你就可以經過這個網路 對不對 經過這個網路以後 然後你再把它特徵抓出來 那你這個再去做Multi-Layer Perception 或是甚至做Logic Regulation都可以 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你就可以 你前面就是用別人的網路了 然後後面就 後面就可以用自己 好 你看 這個就是他的特徵 這個每一個特徵是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一些數值嘛 對不對 既然這個數值可以精準的預測金剛 他就很有可能可以 精準的預測其他東西 這個數值是有一些意義的 這樣大概懂意思嗎 好我們繼續 好可是啊 剛剛這樣子我們做的話 這個FlattenZero 不是我們自己寫出來的嗎 我們寫一大都會寫到FlattenZero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簡單的 把這個FlattenZero把它抓到 就是用後面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用 RestSymbol裡面的GetInternal 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產生一個叫做 產生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 AllLayers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裡面的Outputs 就是個層的 個層的名字 個層的名字 個層輸出的名字 一開始是Data 然後這個是權重 然後只要後面有Output的 就是每一個東西的輸出 這個就是過了BenchNormalization的輸出 這個就是過了Convolution的輸出 這又是BenchNormalization的輸出 這樣子 所以我們剛剛的FlattenZero的Output 是不是其實也是我們要的東西 我們可以直接接這一層的東西出去 就我們前面完全不用打 直接接這層的東西出去 怎麼接咧 透過Witch 我們去問他哪一個東西等於這個 然後把它丟進這個GetOutput裡面 我們就可以產生這個FlattenZeroOutput 這個東西就是新的東西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直接把它放到我們的Symbol裡面 你會發現它一樣可以做出一模一樣的預測 這樣東西是嗎 所以說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去拼接網路喔 你這樣就可以拼接網路了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拼接網路 那你後面不是可以根據它繼續自己 如果自己想要接FC的話也可惡 對吧 這樣懂意思了吧 好 那我們甚至可以把 如果我們願意編寫底層執行器 我們可以把FlattenZero的Output 跟SoftMaxOutput一起寫出來 然後把它Group起來 這個我們之前好像用過類似的技巧 那把它Group起來之後 我們甚至可以輸出一次輸出兩個 兩個這個 兩個這個就是兩個Value 就是你看這裡面的ReferenceOutput 裡面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FlattenZeroOutput 一個SoftMaxZeroOutput 這樣我就有兩個東西了 好 所以說 這個 這樣子我就又有特徵值 又有這個 機率值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有了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FlattenOutput 也有了SoftMaxOutput 對不對 我們試著用FlattenZeroOutput 我們試著用這個 就是FlattenZeroOutput 然後重新計算出那個SoftMaxOutput 那我們來看要怎麼做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練習 對不對 那 就是簡單來講 你需要把 你需要用這個結果 算出這個結果 那怎麼算 他後面還有多少東西 我們來看Output這裡 FlattenZeroOutput 之後經過一個FC嗎 對不對 然後接著就是SoftMax出去了 對不對 所以他要怎麼做 來我們來看答案 所以他就是 我先把 FC1 Wayt跟FC1BIOS 給他抓出來 不抓出來要怎麼做 對不對 啊Parameter 我先Parameter在前面這裡 我先把這個Model裡面的Parameter 給叫出來 然後 接著我把他裡面的 FC1 Wayt跟FC1BIOS把它叫出來 接著是不是 剩下的過程就很簡單 我們這裡Future還沒有指令 我們可以給他這個 是不是 S A R A Y A R A Y 然後這個 這個 E X 裡面的Reference Output 裡面的Fatten Output 那不就是乘上矩陣加上BIOS嗎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是FC1Out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不是啊 還沒SoftMix 那SoftMix怎麼做 那很簡單嘛 就 Exponential 除以 Sung of Exponential 這樣就是 New Probability 那我們來看看 New Probability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也是89 那他第89個機率多少 也是 也是所以一模一樣嘛 所以我們做法沒有錯嘛 這邊其實就是在帶你熟悉一下 這個東西離你其實不遠 就是 那其實他後面就是再接一個Fully Connected就收工了 這樣懂嗎 好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來 Focus一個比較主要的問題好了 就是我們一直提到深度學理領域三大問題 過渡擬核、T度消失、權重出實化 那T度消失 解決了對吧 那 過渡擬核咧 有蠻多解決方案的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權重出實化 我們現在都用隨機嘛 可是有了這個ImageNet 這個就是 然後大家把它做訓練 你看你現在上網 就可以搜尋到這個 人家已經訓練好 RecedureNet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把他的 權重拿來當初始權重 然後Based on他的結果 繼續訓練 可以嗎 對不對 這個東西叫做轉移特徵學習 Transfer Learning 他的想法是 因為人類常常有舉一反三的能力 所以有點像是 我先訓練一個Network 然後我請他先學習 如何分類ImageNet 那我根據這個結果 已經訓練完的結果 我在Based on這個結果 繼續讓他學習如何分類 醫學圖片 這樣 這樣懂意思吧 那這樣子的話 不就是一個 很像人類學習的結果嗎 像一個 剛入學醫學系的學生 他們只受過高中程度的基礎訓練 那 他們之後受的這個醫學專業領域 也是基於高中的基礎之上 而不是我們就直接 抓一個小孩來 小嬰兒過來 然後就直接教他這個醫學的專業 那他一定什麼都學不會吧 那Based on高中的程度 他學習醫學專業也會相當快的學會 所以說 那這個idea經過實驗之後 我們發現一件事 有做transfer learning 這個是with transfer learning 跟沒有做transfer learning 他training的performance 有明顯的提升 所以 所以既然有明顯的提升 這告訴我們一件事 所以我們以後不管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要做transfer learning 所以我們 我們就是拿了一個 拿一個這個 人家已經訓練好的這個 人家已經訓練好的這個 這個就是 模型然後直接掛著 然後這樣就繼續往後接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看怎麼往後接啊 好 這個 怎麼往後接 我們剛剛已經到了 那個 我們已經到了Ready 1 我們是把它 Ready Leroy 是我們剛剛接好的那個 就是 就是那個特徵嘛 對不對 還沒有softmax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Ready 1 這個Ready Leroy 這個Ready Leroy 是我們剛剛 還沒有做max pooling之前的特徵 還沒有做max pooling的時候的東西 那我們先看看把它Predict出來之後 它的Dimension長怎麼樣子 它Dimension是1 2 1 2 x 6 4 x 1 好這是 這是Ready Leroy的結果 這是Ready Leroy是什麼 是我們第一層之後 卷积第一層之後的特徵圖 這樣你懂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層特徵圖 長什麼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這好像其實就是在抓邊界嘛 這好像就是在抓一些很特別 所以 雖然我們training的是這個 就是ImageNet 可是它的前幾層Layer 老實講它在抓的 還是在抓一些邊邊啊 抓一些很簡單的形狀 所以那些其實完全沒有必要重新訓練 你懂意思嗎 就你訓練好就訓練好 那不用改 好 那 如果你在看看這些卷积器的權重 你會發現 欸 這些卷积器的權重 它在變 它在抓什麼顏色勒 其實它抓的顏色就是一些 也沒什麼意義的顏色區塊 這樣懂意思嗎 這種東西有必要重新訓練嗎 其實沒有必要這樣懂意思 你看它這個明顯就在抓一個黑白相間的這個 橫向的這個 橫向的這個黑白的這個邊界 那這個明顯就在直的黑白邊界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不太有必要重新訓練啊 而且你看這個跟這個是不是相對應的 這兩個幾乎是相對應 對不對 他學好就學好了 不需要重新訓練 這樣懂嗎 所以這才是 transfer learning 為什麼 可能 可以walk的原因 其实比较浅诚的卷积器 并没有把图片做什么样的转换 那在MXNet里面要怎么做转移特征学习 这个你就要好好学 因为我们之后 我们今天的其中 今天就是其中嘛 其中作为就是叫你做猫狗辨识 猫狗辨识 其实我就希望你based on residual net 然后再去做猫狗辨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刚刚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flatten0output把它抓出来 对不对 跟我们刚刚也学到 然后接着根据这个flatten0output 我们可以把 我们现在把下面把它做一些处理 下面这边我们都不要 display image这里我们都不要 这边直接就get symbol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抓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重新清掉 那这样我是不是根据flatten0output 然后接到这个fc1 它也可以这么接哦 那它因为猫狗只有两类 对不对 所以我就呃 然后就softmax就出去了 这样可以 那我再把它source一次 好这样子我现在有softmax 我现在的softmax 是两类的softmax 这样可以 好 那我们把 接着你有了softmax 我要training 我肯定要损失函数 对吧 损失函数这个就是 我们就是抄那个 mlog loss的损失函数就好 这样可以这个这个之前就已经充分的学过 这样可以好 好 那接着我们需要 在开始训练之前我们需要初始化所有的参数 就我们还是随机给 这样随机怎么给 就是透过这串指令就可以随机给 对不对 好随机给完之后 我们就把residual model的参数 一个一个填进随机的里面 那当然那个fc的那个 就是fc的那个 因为shape不对 所以他不会填 那个我们还是用随机的 这样懂吗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 就可以随机的把这些权重给填进去 就先产生 先产生这个权重 mlog loss mlog loss我还没执行 你就全部source一次好 那产生这个权重以后 如果dimension一致 我就把它填进去 这样懂吗 dimension一致我就填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除了fc wait跟fcbias剩下的都填完 好那我们把这些 编写底层执行器的时候 把这些参数填入执行器中 就是updateargarray updateauxarray 那我们bench size等于20 那我们这里就把mx 这个就是产生一个简单的执行器 这样子 这个就是底层执行器的写法 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写底层执行器 我们之前不是已经好久 不用底层执行器了吗 你等一下就会知道 好 好 我这里bench size 执行 好这样就过了 他就update进去了 update进去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做 好那这个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dog and cat 这个任务 好这个任务啊 这个任务是一个就K狗上面比赛 K狗这边有很多比赛 那这个dog and cat 是一个猫狗分类的任务 这个猫狗分类的任务 这个database你 你登录了之后就可以下载 这样子 那登录了之后可以下载之后 简单来讲就是 他会给你一张图 然后希望你可以辨认他是猫还是狗 然后最后 你做完之后 他会希望你上传 你上传之后等一下我们会示范 这个我们会大概给你教一下怎么 你上传的预测 那你就知道这个 你就知道你的这个准确度是多少 那你的分数就是 你上传上去得到的分数 其中最后的分数就是 上传上去得到的分数 不过大家可能不用觉得太难 因为这个基本上你 Resonator本来难道不会变成猫跟狗吗 一定会 所以你做了这个简单的转换之后 基本上他很快就会非常非常准 所以 99分是一个起码数字 好这样我们继续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用转移特征学习来做 这个 这个函数我们之前版就有了 那我们来看read data 我们要怎么 我们把data给他read进来 好这个我们现在是用个范例档 这个范例档是在 这个范例档是在这里下载 这里会有一百张图的范例档 这是一个IR档案 那你把它拿进来解压缩之后 我现在把它存在这里 就files里面的 dog and dog vs cat这里面有cat1到cat100 然后dog1到dog100 dog1到dog100 所以我先把这个 我先把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 就是array把它抓出来 你看我怎么抓的 我就是 training imagearray dimension是这个dimension是0到 就是总共200就200张图 对不对 然后trainyarray 这个就是反正就是我前100张就是 前100张就是猫 后100张就是狗这样子 好然后我们 我们透过这种方法我就可以把cat跟dog 然后把它抓进来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 读进来 sauce 这个file这里我是lessenat 找不到档案 怎么可以找不到 在这里在这里 那我不是多贴了吗 我这里不要 我这里到这里 sauce 好这样就读完了读完以后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train 这个 这个train yarray 就第一 猫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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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样的概念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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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rray它 它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 我们 library open 是不是打错了 library open image 这个是不是大小写的问题 open image 好然后我们 image show 为什么它现在都没有那个 有这个 有这个吧 image show 然后我们把这个 刚刚这个array train image 里面的第一张图把它秀出来 1T的要除以255 看一下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不给我一张图 把它清空 重整一下 好这是一只猫嘛 对不对 方向好像不太对 但是这不是重点 反正只要大家方向都一致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只狗嘛 对不对第四张就是一只狗 第三张就是一只猫嘛 这样可以 好 接着我们编写 这个iterator 这个iterator 反正就是bench多少的时候 这个写法跟之前都非常像 你就是 把一些 把一些idx抓出来 然后你就把这些 这个array把它抓过来 然后变mxndarray 所以这个iterator 的function 不会太难 懂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一样 复制贴上 继续往下贴 好现在这里是ofminer ofminer OK 那这个就买iterator bench size是10 那 我们刚刚这里bench size 好像是20 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们刚才是把 我们的英文那个特征的 拿来这边练 对没错没错 好那这我们现在就是 喔 原来这是练习二啊 我原本 我刚刚还以为我 我是继续下去 好练习二的话那你就要重新做一个 重新做一个 model的那个结构啦 就是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把model结构 就我们刚刚前面那里只是教你怎么样去接而已 那 那这里我们把它删掉 其实 你就是这里 这里我们把它删掉 这个label也不用了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也不用 所以这个完整的语法 首先先把model读进来 然后 pre process 然后把image 读完之后 然后做iterator 然后opminor 所以下一步就是要model的结构嘛 对不对 model结构先把 resonator 我也不用先读 是不是 model的结构先把他读进来 然后我先我先全部执行好了 还要执行一阵子 然后读进来以后就 getoutput嘛 对不对 哎哟 我知道 因为这里是 mlogloss嘛 對不對 好 出去以後就把它放 把它放 做一個執行器 做個 這個 先把權重 先做權重粗食化 這邊是權重粗食化 對不對 執行 好 權重粗食化以後 我們就做一個這個 做一個這個 這個執行器跟updater這樣子 好 然後接著就可以開始訓練了嘛 那我們不要訓練太多袋啦 我們訓練三台就好 因為不然的話 可能要跑太久 這樣子 而且 我們這裡 這裡把 哎呀 我剛剛執行器這裡 我剛剛改GPU好了 GPU 3好了 GPU 3下應該沒有在用 這樣應該快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開始訓練了 這個可能要等一陣子啦 這個等一陣子 哇 這麼快 GPU果然不同反向 好 那這樣就 那這樣我們就訓練完了 這個loss好像有點高啊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loss有點高 一定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失敗 就是 如果我們來做這個預測的話 你就會發現失敗 這就是 你把這個 你把這個model 給他叫成這個doccat model 然後你把tester的data拿來做預測 這裡 那個 這裡又要改成designat 我把它 我不要 我不要在這裡改好了 所以其實沒有想一種久啊 這裡 這裡 這裡是loss and add 這裡也是loss and add 我們如果執行這一串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 你會發現他每個都預測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是 我看一下 我現在這是第幾個 我現在 output是第一 column 你看他百分之百都預測是貓 所以這個訓練 沒有訓練好嘛 對不對 我們用轉移特徵學習 但是沒有訓練好 你剛剛看那個loss大家就知道了 為什麼會這樣 對 他把什麼都當成貓了 他沒有訓練好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咧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 事實上我們可以指定固定前面的參數 剛剛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是不是在做疊代器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他等於每一個 每一個值都有梯度 對不對 事實上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去指定說我要fix哪些prometer 我們把 注意喔 我們再把它清控一次 然後再重新執行一次 這樣子跟他是幾層 也是18層阿 因為你 你把resnet18的最後一層丟掉 看到沒有訓練好對不對 我們多幾代好了 我看他跑的還蠻快的 不然我們這裡給他一個 我們這裡給他個 20代好了 好不好 應該也不會訓練得很好 21 有在 有在 好像有在變好 有在變好的感覺喔 哇有明顯的區分了 狗的機率 你看到了嗎 不過這個還是錯了 但是這個就對了 這樣懂了 這個看起來有明顯有變準 至少有分辨阿 有分辨能力了 對不對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就是 事實上我們在做疊代器 這裡的時候 我們在指定疊代器 這裡的時候 我們可以 先 問他 我們先把 fc1out 以外的參數 把它叫出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除了 fc1 weight 跟fc1bias 以外 所有weight的名字 然後我把它 加到這裡來 就是我在做執行器的時候 我告訴他 我這些東西要fix住 那他就不會更新喔 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子他在執行的時候 就不會更新喔 那跟剛剛的過程一模一樣 我們就在訓練一次好不好 所以他相當於 就是我們把特徵抽出來就好 之後你就不管 看看他的loss 很有感的下降對不對 很準對吧 好我們來最後再看一下結果 這個他在應該會非常準 欸怎麼都是0.497啊 搞什麼鬼 怎麼都是0.497啊 這個數字是機率還是0.497啊 這個數字是機率啊 但是這個probability 這個probability怎麼每個都一樣 啊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我剛剛前面的東西還沒有填進去啊 就是這個model把它抓進來之後啊 這個現在這個dogcatmodel啊 他裡面的參數 因為我fix了其他嘛對不對 他裡面的參數 他裡面的參數 這數只有fc1 weight跟fc1 bias啦 你還要把前面那些參數填進去 你需要用到這個方法去填它 在這裡 就是你在抓這個model做完之後 你還要把他參數填進去 好 那你source之後 你再執行predict 再一次再一次 就就看他 他這次就會比較好 因為他這裡 這裡有把這個參數填進去 看到了 百分百是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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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百貓 這個這個不小心看錯了嘛 不過他轉過去了 看不出來是剛剛好而已 這樣可以 所以這樣就 變準了嘛對不對 應該是很有感了 變準了 很有感 好 所以基本上 就是 基本上我們就是這麼做啦 就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結束了 那 這個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講 深度神經管路的歷史 然後帶大家示 示範大家說 怎麼做轉移特徵學習 而且我們發現那件事啊 欸好像把前面的 參數fix住 效果好像不錯 你懂的意思嗎 他的fix 就是 就是我不要更新他的權重 沒有更新 我不更新他的權重 是不是就代表 我每次都是用 剛剛那個網路抽上的特徵 然後我只 我只更新fc這裡的 fc1這裡的權重 那所以我只做最後分類的部分嘛 就是後來全面的權重 對對對 就是有緣分 對 就是我們新家的權重 就是隨機的那些權重 那些權重我們就用本來的 你也可以全部重新訓練啦 但是 效果不見得會比較好 所以fix住這件事情喔 這件事情就是可以實驗 這樣懂 你可以fix住一些權重 這才 就是因為有fix 所以我才要重新寫執行器 這樣懂了嗎 好 那其中作業 就是 我們剛剛只有一百張圖 所以訓練出來不是很準 也是剛好而已 回去 最後就是把所有的data下來下來 下來下來之後 他也有training data 也有testing data testing data 你可以把預測結果上傳上去 舉例來說 像剛剛那個模型 預測 剛剛那個訓練三代那個模型 我把它拿去做 呃 我把它拿去做這個prediction 我得到的分數就只有68分 好 不過那是因為我剛剛樣本只有100個 實際上這個kego這個比賽 他樣本大概有上萬個 那訓練出來就會準很多 畢竟 big data就是一切 對不對 我這邊只是做一個示範 好 那要注意件事情 就是你這樣全部抄下來執行 那當然他會有個準確度 但是我剛剛有沒有用到過度 有沒有 有沒有避免過度擬合 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沒有用過 我沒有避免過度擬合 我連優化器 連正則化的像 我連正則化的這個 數字都沒有射 正則化那個像在哪裡 off minor off minor 這裡 SGD 我用是SGD嗎 WD等於0 啊我有沒有用drove out 沒有 對不對 我有沒有用augmentation 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用啊 我也沒有用Aden 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回去可以做一些實驗 然後試著說 我去改變一下這個 呃 優化器 我去改變一下網路的結構 我只疊一層夠嗎 我可不可以疊兩層 FIX前面然後疊兩層 這樣等於有兩個FC嗎 對不對 好像也可以齁 對不對 所以可以回去做一下實驗 然後看看怎麼樣增加準確度 然後把它上傳上去這樣子 好我們今天課就到這裡啊 有沒有問題 好可以齁 那就這樣齁 其中作業齁 好好好 阿如果有問題就告訴我啦 好